那我们现在就来正式开始今天的活动吧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线上讲座 我是Sherry Chen,今天的主持人 那阿兹海默病呢,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疾病 它对全球健康呢,带来了重大的挑战 并且呢,也对我们患者的家属 以及患者本人带来了很大的生活 以及经济的负担 那么今天我们的讲座呢 将深入探讨在预防、诊断和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郑文丽医师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今天的讲座当中呢 由郑文丽医师和我自己为大家带来一些阿兹海默病的新知 包括预防、诊断和治疗 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那么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活动吧 那今天为了保证活动的流畅性呢 在活动进行的过程当中 参加者的账号将被调整成静音或者是 以及无影像模式 那活动将进行录影 也将尽可能地避免任何包含有参加者的画面 我们欢迎大家对活动的内容进行提问 大家可以将问题分享在Zoom的Q&A 或者是在Webinar Check里面 另外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反馈和问题 分享在脸书的留言区 那我们在活动过程的最后呢 会有一些提问的环节 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想说话的呢 可以举起手来 那举手的话就是刚刚像AdWords 现在就一直在举手嘛 那我们的Webinar下面有一个举手的小按钮 大家只要按下它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哪一位朋友在举手 那这个时候呢 当被邀请到发言的朋友呢 可以通过Unmute的方式 我们这边也会帮助大家来进行Unmute操作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通过云的方式 来对我们进行提问 如果大家想要把我们的Zoom的屏幕 放到最大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View Option下面 会有一个Fit to Window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全屏来观看我们的活动啦 那此次活动呢 我们是想要分享维持大脑 信息的资讯 所以呢 没有办法提供个人医疗资讯的服务 那为了维护个人的隐私呢 也请大家避免分享 含有个人资料的提问 那最后呢 我们也要恳请大家在互动当中呢 尽可能的保持礼貌应对 如果有攻击性 或者是不太适合的言语呢 那我们主办人员将有可能会停止 您参加活动的权益哦 敬请见谅 那我们下面 由我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讲者 郑文利医师 那郑文利医师Dr. Boong Lee T 他是国立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 国立台湾大学临床医学研究硕士毕业 那他在USSF这边呢 是Global Brain Health Institute的Senior Illumina 同时呢 他目前也是在加州大学俊金山分校 Memory and Engine Time Center 任助理教授的职位 并且也是我们USSF这边 Chinese Outreach Leader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郑文利医师 来给我们带来 阿尔茨海默病的新知预防篇 好的 谢谢陈宇 那今天很开心 大家早上好 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再分享 脑部健康资讯方面的问题 那刚刚有几位观众在问说 我们今天的那个演讲的语言 我们可能会中文普通话进行 那也会之后把它剪辑上传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那今天呢 其实最近有很多新的阿尔茨海默症方面的新发展 那因此呢 我们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些 新的资讯 是编准和我们现在知道的 那主要就分预防篇 诊断篇跟治疗篇 那首先呢 我们来谈谈预防 那有听过我们的演讲 观众可能会知道 其实失智症是有办法 用生活习惯去做一个预防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其实失智症透过生活习惯 可以大概调整我们失智症风险45%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45%的风险是你可以自己掌握的 那失智症风险啊 其实在不同的年纪呢 就有不同的重点 像当我们很小的时候 那其实教育是一个重点 那中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这类列的种种不同的重点 包括说像听力啊 三高啊 忧郁啊 脑部创伤啊 有没有运动啊 抽烟啊 喝酒啊 跟肥胖 都有体重等等 那到了比较晚年啊 或年长的时候呢 其实你有没有在社交啊 空气有没有污染啊 或是视力好不好 其实这些都也是重点那样子 那最重要的是 其实加起来有45% 所以其实是不少 所以我们 为什么其实一直在提醒大家 也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免钱的 你又可以照顾心脏 也可以照顾大脑的 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大幅度影响 你会不会得到失智这件事情的一个因素 那之前其实没几年 我们就会更新 按照新的研究去更新出 失智生活习惯预防方面的就是研究 那之前呢 我们大概知道 前几年我们知道 大概我们有12个预防的方式 那今年呢 其实7月份刚刊出了 就是我们大概可以增加到 14种预防的生活习惯 那这14种预防的生活习惯 加起来从 把我们的调整失智风险的能力 从40%调整到45% 所以这是很让大家非常开心 跟兴奋的一个就是新资讯 也刚刚出炉的 也不到一个月左右 那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谈谈看 那大家可能有听我们说过 那不其实就是所谓的用进费推论 你就去越用它 它保存的就越好 你越不用它 它退化的就越快这样子 那其实各个不同种的研究 你都会发现 相对于没有大学毕业 跟有大学毕业的人来讲 不论是任何种族在华人里 或是菲律宾里 或是日本人里面 我们都发现 就是当你是大学毕业 你会相对于没有大学文凭的人 他的失智的风险来得低一些 这样子 所以他们几乎都在 一这条线以下 因为他的那个风险比较低 那我们也知道 去我们去看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就像说在伦敦的计程车司机 或者德式司机 他们因为常常需要跑伦敦的路 因为伦敦是一个旧城市 所以它路其实都有点复杂 那我们就发现 他们的那个海马回 也就是记录的 就是记录的 视觉空间概念记忆的地方 他们往往就保存的比较好 所以他工作的越久 他那个这个区域 就是保存的越好的样子 那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你大脑其实越用 他就维持的越好 对不对 可是呢 也想要跟大家提醒 那如果是越用的话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看教育的年限 也就是说不单只看你读书多少年 他其实跟你的教育品质也有关系 所以有发现说 如果你在教育品质 比较参差不齐的地方 你会发现 跟大脑的认知功能维持的程度 它其实跟教育品质比较有息息相关 而不是单纯只跟你念了多少年的书有相关 所以这是一个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发现 就是其实当你教育毕业之后 你在工作上 其实你的工作的认知刺激的强度 其实也跟你的认知 你会不会得到失识有相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当你的工作的那个刺激 认知刺激比较强 或是你的教育的认知刺激比较强的时候 他们就会往左边这边移 那在这条线的左边 就是你有降低失识风险 那这条线的右边呢 你就是增加失识风险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低是在中间的话 那相对于教育 如果或是工作认知刺激有强度的时候呢 你的风险也自然而然会往左边偏 也就是说 你的工作啊 是否有在耗脑 有在用你的脑部 用得很强烈的时候 其实也跟你一个人 将来会不会得到失识相关 那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 有遇到两份有兴趣的工作 可是你觉得 不确定要选哪一份的时候 可以考虑选择那个 比较就是耗认知功能的那份工作 好 那再来 这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做不同国家的比较的时候 我们发现 如果他这个比较晚退休 退休年限比较高的国家 那他其实认知功能的比例 也保持得比较好的样子 这是另外一个就是 侧面的佐证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 大家可能就是 有听说说 活到老学到老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有 八十几岁的人 像金佑先生就会去念 博士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活到老学到老 对我们大脑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那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好 那我就要持续的保持 我的大脑一直被刺激 那我能不能就是做一些认知训练呢 那在除了在工作退休前 你去增加自己的工作强度之外 那你自己有一个就是爱好 或是退休后的认知训练 也是有帮忙的 那不过很多人就是说 那到底怎么样的认知训练 会比较有效呢 到底是下期比较好 打麻将比较好 还是用iPad在iPad上面玩游戏 玩一些比较抑制的游戏 有比较好呢 那其实 那各种不同的活动 他常会在一个研究呢 显示有效果 另外一个研究效果就没有那么强烈 主要是 其实因为大家的喜好不同 然后大家需要的难易程度不同 所以其实重点是 你要选择一个 你会有兴趣 你做了会开心的 可是呢 又不能太容易的 要有一点点难度 你有时候会错的 大概七成左右 对两三成左右错的 那你才会有达到一个训练的过程 那也可以随着时间不同 要去调整那个难易程度 所以个人 每个人的认知训练 可能其实都要有所不同 那样子 那只要有做到才是重点 好 那再来呢 当我们 所以学习这件事情 是不论说年轻 他年轻开始就已经有影响了 我们失智症风险 那可是不论是年轻 中年或比较年长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情都要持续保持 那他就会降低我们失智症的风险 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 其实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听力 那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说 其实全球 20%的人口 其实有听力障碍 也就是说 每五个人里面 就会有一个人 是有听力方面的问题 那其中呢 62% 这些有听力障碍的人 其实是50岁以上的 所以大部分其实是在 比较年长的族群 那我们现在知道 你每上市 10分贝的听力 你大概就会增加 一个人 4到24%的失智风险 那再次有可能说 当你听力上市之后 你人会比较 社交孤僻 那你也会比较容易忧郁 因为你没有办法 跟其他人有很好的 有效率的互动 那当然你会减少很多认知刺激 因为你没有办法 用听力方面 去输出一些认知刺激的 那个活动那样子 那当然 有时候当我们 有一些听力的问题 在年长族群 它是因为血管方面的问题 所以它也侧面反映了 一个人血管好不好 那所以我们知道 那因为这种种的原因 一个人就会因为 听力的不好 造成他失晋风险上升 那到底那要怎么办呢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听力不好 因为我们也知道 听力是一个会随着 年纪增长 然后衰退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能做的 就是要带助听器 现在已经有发现 当你有在助听器之后 你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听力障碍 所造成的失晋风险的上升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用 很简单 去买个助听器 调整好 适合你的模式之后 去改善这件事情的 所以就是可以 请大家多多参考 那再来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忧郁症 忧郁症呢 其实尤其在女性身上 是最为重要的 女性的忧郁症 在不同年纪都好 大概都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那我们也知道 有忧郁症的女性 大概寿命会减少 大概八年左右 那现在呢 也发现 不论是年轻的忧郁症 中年的忧郁症 或是年长型的 就是成年的忧郁症 它其实都会增加 一个人的失晋风险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不同年纪啊 你的研究 你发现它其实都在 这条线的右边 也就是它增加失晋风险 那所以呢 大概会增加我们 2.25倍左右的失晋风险 所以忧郁症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自己常常会 无缘无故就很想哭 或是无缘无故 就心情很沮丧 会沮丧到 吃不下 睡不着的时候 或甚至觉得人生 好像没有很有意义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去 积极的去求医 去面对这件事情 不论是用药物 或是用心理的支持的治疗 你其实都改善这件事情呢 就可以改善你忧郁症 带来的失晋风险 所以我们有发现 有治疗的病人 它几乎跟没有忧郁症 病人的风险 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 很好可以去做调整 而且新型的忧郁症药物 其实的副作用都不大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 多多去参考这样子 那再来的就是我们的社交孤僻 就是我们知道 社交孤僻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定义 不过我们常见在医学上的定义 就是一个人是否是不是独居 然后呢 他的群体活动是否少于一周一次 然后他是否见亲友 少于一个月一次 那如果他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其实就属于比较社交孤僻的一个状态 那社交孤僻常常会伴随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孤独感 那可是这边要跟大家讲 社交孤僻所造成的孤单 其实不一定 就代表你一定有孤独感 孤独感 有些人其实身边围绕了很多人 可是他依然觉得很孤单 很孤独那样子 那可能因为他其实 即使身边围绕很多人 他常还是会觉得身边的人 没有懂他 或是他不容易跟人家 他有交心的行为 那他常常会觉得他在等待人家的回应 或是他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 诉说他心底的话 那他其实也会增加他失识的风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人他感觉到有孤独感 或是他其实有很少跟人家有交际 他有社交孤僻的话 他其实都会增加一个人的失识风险 你看很多研究都会把他往就是右边推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单纯本身就是一个失识风险 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身边有长辈的话 常常可能还是要打电话跟他们联络啊 或是去找他们啊 那跟他们就是有些分享的动作 其实是会帮助照顾身边的人 不要就是有太高的失识风险 那再来呢就是脑部创伤那样子 很多人其实常问我说 我今天打开储柜的时候 哎呀不小心撞到脑部了 或是在车里面不小心撞到车顶了 那这会不会增加我得到失识 那首先要跟大家讲 其实脑部撞到 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程度 大部分其实我们讲的这些都是轻度 也就是你撞到一下 哎呀真的有点痛 可是你没有造成任何意识不清 或是短暂意识丧失的状态 那我们都称之为轻度了 那我们有的其实是中度 也就是说我撞到之后 哎有几分钟我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或是意识有点模糊 或是意识真的是会短暂的逝去 那这个我们就叫中度 那如果是严重到 哎呀你去急诊 然后造了脑部有出血或有骨折的话 那我们就叫中度 那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啊 一个人如果有一次很严重的脑部撞到创伤 或是有多次的中度啊 好或是非常非常多次的轻度 得那个脑部创伤呢 那他其实就会增加失诊的风险 所以他其实是次数与严重程度的一个平衡啊 就是次数越多 或者严重重度越严重的话 那他其实增加失诊风险就越高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哎在军员身上啊 他如果有意识创伤 意识上失或是有到脑部出血骨折的话 那他的失诊的风险就会慢慢地增那样子 那不过大部分人如果不是军员的话 往往其实你脑部撞伤的来源 可能来自于交通事故啊 或者是呃就是工伤啊 或者是像骑脚踏车 然后是有些呃逗欧的行为 那以高收入的国家来讲 其实常见的是跌倒啦 和那些暴力的状态 那低收入的国家 其实交通事故是最常见的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啊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有些比较有撞击性的运动 包括说美式足球 橄榄球 冰棍球 拳击等等 甚至是那个 呃足球的守门员 因为他们常用头去顶球 那其实他们都会有 比较高程度的就是脑部受伤 那自然而然增加了 他的失智的风险 所以你可以看哦 那个专业的美式足球足球员啊 如果他们呃就是一顾之后 他们捐到他们大脑来做呃研究 我们会发现87% 他们大脑里面 其实都有一些创伤性的脑病变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 到底哪一个呃就是比呃 哪一个运动是最容易有脑部震荡的 或脑部创伤 那其实以橄榄球跟美式足球 还有冰棍球 还有拳击 这四类的运动是最高的 你可以看到说 大概每呃 每一万场啊比赛 对不起这边打错了 每一万场比赛 大概就有28.3次的脑震荡 那美式足球是8.7次的脑震荡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呃这几个呃运动 其实都是比较有呃就是 有密造成这方面也必须 比较需要注意的 可是这不是说 跟大家讲 我们就不要去运动 那其实运动还是很重要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运动之外呢 一定要做好头部的防护 就是头部护具要带好 然后要减少头部撞击的次数 这样子 所以不要呃就是如果可以不要用球 呃头去顶球呢就可以减少 好那当然也要减少高速的撞击 这样子 好那再来呢 其实会预防湿症的 跟湿症风险相关的 其实就是空气污染啦 所以呃为什么我们常说 其实保护环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健康 好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一开始的发现是来自于动物啦 好我们只要说狗狗跟那个老鼠的大脑里面 我们就发现呃住在城市跟住在乡下 他们的大脑里面的一些不正常蛋白 会脑部退化的一些蛋白啊 其实堆积的比较多 那我们进了发现 呃你如果住在高速公路附近 跟你住在远离高速公路的地方 你住在高速公路附近的人 施症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之后就发现说 呃它跟一些特别的气体有关系 像二氧化氮啊PM2.5 一氧化氮还最近也有发现PM10 都有相关 那是因为我们附近这些气体中 会造成全身性的发炎 也会透过那个鼻 鼻孔上面的一些脑部呃神经组织 进入大脑造成毒素的产生 那虽然如果我们去看美国 那你大概各个地方 PM2.5分布的那个浓度比较高的地方 它往往大脑里面堆积一些比较不正常蛋白 像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内淀粉蛋白的浓度也自然比较高 那这尤其是在一些比较亚洲或非洲的板块的地区 是更为重要 因为那边的2.5浓度的分贝更高的样子 不过还有的其实大家可以要做到的 除了大环境之外 其实家里的环境啊 如果你是有在家里用固态燃料 像有用木材啊 煤炭啊 或者是像BBQ那种颗粒物啊 去做烧的时候啊 它们其实也是会产生一些对健康 或是脑部比较不好的气体 所以也建议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家里有fireplace的话 那常常烧一定要做好那个空气 那个就是排流的那个措施 那再来就是抽烟啊 其实抽烟也是一个我们知道会影响失证风险 有些是中年与晚年的抽烟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保护自己 不要得到失证 或是想保护身边的人 不要得到失证 那降低大家二手烟的吸取的话 那其实戒烟就有办法改善了 这样子 所以请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那再来就是血压的控制啦 我们知道血压三高的控制啊 对大脑很重要 那有些人就说 那我控制可能也控制一些 不要控制的太严格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那其实最近研究也发现 当我们控制高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systolic的那个血压 控制在120跟140啊 其实就已经有差别 也就是说控制140 虽然有这样的实证 可是你比较起你控制到120 它的风险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也就是它会降低的更多 所以其实血压的严格控制 把关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胆固醇 今天我们新发现的球银格 会降低失证风险 其实就是胆固醇 我们知道低密度胆固醇呢 低密度子蛋白的胆固醇 会增加失证风险 那高密度的子蛋白胆固醇 会降低失证风险 也就是说呢 因为低密度的胆固醇 会容易把就是产生 就是斑块在血管里面 所以还会让血管比较狭窄 高密度的子蛋白胆固醇 就会把这些 到斑块里面的胆固醇 带到肝脏去 从血管带到肝脏去 让我们从肝脏代谢出来 所以其实有对的好的胆固醇 降低你的低密度胆固醇 是跟失证风险的发生率是相关的 那再来我们讲到三高 就一定会谈到糖尿病 如果糖尿病身边有糖尿病的人 或自己有糖尿病的人 一定知道什么叫糖化学生素 它就是一个比较可以长期monitor 我们的那个血糖的那个 就是平均的那个程度 那我们知道 就是糖化学生素本身 其实它的大概七以上 就一定是有问题了 那我们知道 它七以上你会发现 不论你是什么族群 亚裔啊 卑裔啊 白种人 他们的那个失识风险 都会慢慢慢慢升高 也就是说呢 糖尿病啊 其实因为它常常 当你血糖起伏很大的时候 你其实大脑在血糖 就是有时候血糖够 有时候血糖不够的一个环境 它神经细胞是容易受伤 那再来呢 血糖高的时候 你血管也比较容易狭窄 因此糖尿病肠 我们就会发现 它跟阿兹海默症的血管 性失识相关 所以糖尿病的控制 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再来就是体重 我们也发现 其实当你尤其在中年的时候 体重如果偏高的话 那其实呢 你本身将来的失识风险 是比较高的 那怎么样的体重呢 才算是比较好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 听过所谓叫BMI 就是body mass index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那身体质量指数 其实就是我们体重啦 公斤的体重 除以身高 就以公尺来算的 的平方 那大算出来 我们就会有一个值 那正常人是18.5到24了 因为超过24 你可能就偏 稍微重一点点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中心肥胖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腰围 所以当你超过100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人的失识风险 就慢慢慢慢爬上来了 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说 你要知道自己是否啊 是处于需要调整体重的状态 其实你就可以去算下 自己的身体质量指数 或是腰围去判断量指 做一个稍微的指标 好 所以因为大脑啊 是其最耗血 最耗糖分的一个器官 所以确保你的血管的顺畅啊 其实对大脑是很重要 所以其实很多这种三高啊 它既照顾心脏 也照顾大脑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 一定要好好的 就是去提早发现 提早治疗 跟提早好好的控制 那再来我们刚刚说抽烟 我们也知道抽烟会造成 失识风险增加 其实饮酒也会 所以我们前几年的 那个预防性的研究 就有发现 如果你喝酒超过 21个单位一周 其实就会增加 你失识风险 那你超过12单位一周 其实就会短暂的影响 你的认知功能 那单位大概就是8毫克的酒精量 也就是你的酒精帕数 乘以体积 再处于1000 那大约就是一个人的 这个的摄取的酒精单位 那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不过呢 在华裔 我们通常 或是亚裔 我们会更往下的调整 这个酒精量的摄取 是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 叫做乙裙通 青梅 它二啊 它的那个基因型 我们这个基因型 往往代谢乙裙会比较慢一些 那因为这样子 我们乙裙跟乙醇 也就是酒精的浓度的堆积 在身体就会久一些 也会高 浓度会高一些 那这两个的堆积物 常会造成大脑产生不正常蛋白 或是产生很多氧化的刺激物 那造成大脑提早损伤 那这个 这类型代谢比较慢的基因啊 其实在亚裔 华裔或寒裔 大概都占三成到五成左右 所以其实不少见 所以你发现 如果你喝完酒之后 常常会碾红啊 或是很不舒服 你只要喝一点也就不舒服 感觉很脏 或是很晕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碾很红的时候 你其实大概就很有可能带有这个基因 那你就要再更往下的调整 自己酒精的摄取量 好 那真正 其实我们常说 自白病的东西啊 其实就是运动 运动对心脏好 对肌肉骨骼也好 那其实对大脑也是很好的 我们知道 其实你在高强度的运动 其实人的学习能力也会增加 那我们一个礼拜 大概要运动多少呢 其实如果你是中等强度 我们大概就是120分钟到150分钟左右 如果你是非常高强度的运动 你大概其实75分钟就还不错 那其实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都激烈运动 其实像说跳广场舞啊 去走路散散步啊 打太极拳啊 去花园啊 去圆异一下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可以算是还蛮不错的运动了 那你一个礼拜做到120分钟到150分钟 那就已经很棒 不过在这边提醒一下 很多人会问我们说 有氧运动激励训练 我要怎么去抉择 有氧运动训练的是我们的心肺功能 那我们知道心脏跟肺部是会蛮快的就进入了老化的状态 所以大家去训练是好事 尤其是肺部 那可是机器训练也很重要 尤其是核心肌群 因为当我们随着年纪渐长 我们的骨骼会疏松 所以我们其实要靠肌肉 去不要让骨头承受那么大的重量 所以去做一些核心肌群的训练 会将来避免我们容易跌倒 或者是平衡方面的一个训练 会对平衡方面的功能有比较好的保护 那将来就比较不会有跌倒的问题出现 那很多人就问我们说 那几岁开始运动就会有帮助改善失证的风险呢 那其实是研究发现 就是你不论是36岁43岁 到60几岁69岁运动都好 它其实都会改善我们的那个认知功能 你就会发现说你认知功能就会比较 考得比较高分那样子 不论是做一些一般的认知功能测验 或者是去学习记忆方面的功能测验 你的分数都会在虚线的右边 也就是你的分数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任何年纪都不会太晚 你现在开始运动 那你越早开始就越好 所以鼓励大家任何年纪都可以增加 有一定的运动量那样子 好那今年再增加的另外一个预防脑部的功能呢 其实就是视力障碍那样子 其实视力障碍其实在年纪大 周全有不少见 大概12.6%左右 所以其实会有就是几乎到全视力全部丧失的状态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也一定要请大家定期的去检查自己的视力 那好在呢 现在很多视力障碍啊 像白内障啊等等的 是很容易改善的 或者是远视是可以用眼镜去做矫正 那改善之后啊 其实就可以改善视症风险 像我们可以看到哦 蓝色呢 是如果你没有眼眼睛方面的问题 那绿色呢 是代表说 哎你今天有白内障 而且几乎看不到了 那 然后那你没有去做手术 那红色呢 是你有白内障 那你有去做手术 做手术啦 那这是你的视症风险 你会发现说 绿色那条线啊 你视症风险是最高的 那蓝色这条线呢 就比较低 所以我们知道说 试力不好影响 你视症风险 那红色就在中间 是因为他有做了白内障 手术去改善 所以我们知道说 当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时候 要记得去积极治疗 那会预防你脑部的退化 那很多人啊 尤其是亚裔族群 就会说 我们要食补 那我到底要吃什么 会有改善呢 其实最有那个研究成果的 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 北欧饮食 卖的饮食或德苏饮食 其实这些饮食都 共同点很大 其实他们就是 吃很多蔬果 吃很多深海鱼 和果类 然后吃一些比较 呃原始的果类 这样子 那减少加工食品 那低脂的奶制品 那他们尽量不吃的是什么呢 红肉 加工过的像甜点 面包饼干 还有含糖饮料 所以你可以看 低中海饮食也是很类似 很多蔬果 很多河果 还有深海鱼 跟白肉 那减少的就是含糖饮料 跟加工食品 那这样子呢 其实这些饮食 是非常的有 降低失症的风险 那比较没有的证据 在失症方面的呢 就是所谓的维他命啊 除非你有维他命缺乏啦 或是一些 常常大家会听到的 抗氧化物啊 银杏啊 那个等等的 其实这些呢 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他可以降低失症风险 所以那 所以我们还是以 提倡你的饮食 去做比较 呃 就是偏北欧 或地中海的饮食 去做调整 是最好的 所以到这边 就问问看大家了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一些 预防失症的生活习惯 你到底做了几样 那样子 那原则上 你到底要做了几样 才会改善失症风险呢 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你做越多越好 因为越多 跟越提早做 你改善失症风险 就越强烈 所以就在这边 鼓励大家 大家要把这些 记得起来 就是我们要做的 越多越好 然后持续保持 那效果就最好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边 讲完预防篇呢 我们现在呢 就邀请陈医师 陈宇医师 来跟我们讲讲看 就是 治疗篇 对不起 诊断篇方面的 一些新进展 我们最近也有很多新的方面的 就是 就是发展 那陈宇医师呢 是在 首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 那跟我一样 也是神经科方面的医师 那他也在 悉尼的大学呢 攻读了 心理学的博士 那目前呢 在我们的 中心 UCSF Memory and Aging Center呢 担任 博士后的研究学者 那 陈医师 那我们就 把他转给你 来讲讲看 整段方面的 进展 非常感谢 郑医师 对我的介绍 那 接下来 由我来 share下 我的Spring 那 在我开始今天的talk之前呢 还想提醒大家 在我们今天的活动最后呢 会有问答环节 以及抽奖环节 那希望大家 能够坚持到最后 参与我们后面的互动活动 来迎娶一些小礼物 并且呢 来检测一下 我们是否有 好好的消化 今天听到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就由我带给大家 整段片 那 像郑医师刚刚提到的 近年来 随着各种研究的推进 那我们对 儿子海默症 知道的越来越多 那我们在诊断方面呢 也会有一些新进展 那今天就由我来 主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方面的新进展 刚刚我看到 在我们的 Q&A里面 也同时 在平时的时候 有一些我们的研究参与者 会经常问我们一些 他们是不是患有失智症 还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老化 这样的问题 那我今天首先想跟大家 探讨一下 那什么是正常老化呢 什么是儿子海默症呢 那可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多多少少会经历 一些记忆方面的问题 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会 因为我们已经不工作了嘛 可能我们有些朋友 已经退休 那可能就会 对 今天是星期几啊 今天是几号啊 不是很明 不是很敏感 那么并不是完全的忘记 而是说 经过提醒 或者稍微想一想 就可以想起来了 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跟朋友 聊天的过程当中 突然有一个词 或者突然有一个人的名字 突然记不起来了 但是我们过后呢 想一想 就可以想起来 或者我们可以用 其他的一些词 来代替我们的意思 那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会忘记 我们把钥匙放在哪里了呀 把一些想要用的东西 突然找不到了 那可能想一想 通过朋友 或者家人的提醒 就能够想起来 那我们通常认为 这样的记忆功能方面的问题呢 是一种正常的老化 那什么是二兹海默症呢 二兹海默症 可能也会记不起 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是几几年 甚至可能当我们问患者的时候 今天是哪一年呀 他可能他的记忆 还停留在很多年之前 会说 今天是2012年 而且不管怎么样的提醒呢 他都没有办法再回忆起来 并且还会出现一些 日常对话的困难 他们可能有很多的词 没有办法 虽然也是会 没有办法找出来 但是 他们跟我们的正常老化 不一样的是呢 他们是完全没有在 通过词语的替换呀 去表达自己的意思 并且可能会 重复的在提问 比如说 他可能会重复的在问说 你上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那当我们跟他分享完之后 我们周末的活动呢 那可能过了几分钟 他又会问 对了 你上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就是他会忘记 刚刚他说过的话 他会忘记 刚刚他提问过的话 所以在我们跟患者 对话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发现 他会经常重复 他已经说过的内容 或者会经常 跟你讨论一些 他已经跟你说过 很多很多次的一些topics 另外呢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呢 还经常会把东西 放错地方 并且就再也找不到了 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那他放错的地方呢 不仅仅是一些 正常的地方 他可能还会把 比如说把钥匙 放到了厨房里的锅里面 那可能会把一些 把平时吃的药 那可能会放到了 卫生间 放到了卫生间的 马桶里面 这样 不应该出现的 一些不正常的地方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就需要警惕了 那可能 他已经罹患上了失智症 可能已经罹患上了 阿尔兹海默症 那 现在给大家看的 这幅图呢 是一个 我们的年轻的大脑 碎了大脑的一个 正常的示意图 那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 即使没有罹患失智症 我们的大脑功能呢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 大脑上面的 勾勾回回啊 可能就没有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么的饱满了 那这幅图呢 在这幅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左面的这幅图呢 左侧是健康的大脑 右侧呢 是年长的大脑 我们可以看到 年长的大脑呢 衰老的大脑呢 和现年轻的大脑比呢 就没有那么的饱满了 那如果我们 罹患了失智症 罹患了 阿兹资海默症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大脑萎缩的 会更加的严重 以至于造成了一些 临床上的症状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什么样的因素 和我们的脑健康相关呢 那积极的因素呢 我们会称它为 适应性的因素 包括一些 一些蛋白质啊 一些生长因子啊 以及一些 DNA的修复啊 那我们如果 这些适应性的因素 能够正常的工作的话呢 那我们的大脑呢 即使是变成了衰老的状态 那还是会保留 我们正常的功能的 那刚刚 郑医师也提到了一些 失智症是可以预防的 那他提到了一些 有害的因素 那这些有害的因素呢 就包括比如说像 心血管的风险呀 压力呀 抑郁呀 肥胖啊 有一些遗传性的倾向啊 以及一些早年生活的经历 比如说刚刚郑医师提到的 一些脑损伤啊 那这些呢 我们称它为 有害因素 那如果我们积累了 太多这样的有害因素 我们的大脑呢 当我们可能就 会往一些不健康的 生命的大脑这方面 去进展 那当我们生病之后呢 那我们目前会有一些 治疗和干预的手段 包括药物治疗 和非药物的干预 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延缓 我们这个疾病的进展 那接下来什么是失智症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 那可能年长 年龄的关系 我们会有一些 认知方面的异常 大家可能觉得 我现在反应速度 不如我20年前 那么的 那么的 那么的事 不如我们20年前 那么的灵敏了 那我现在记忆也不太好了 那 这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它是一个正常的老化过程 它并不是失智症 那什么是失智症呢 我们认为 只有当这些认知 或者行为的障碍 是渐进性 并且是持续性的 一直在持续 并且有 渐进性恶化的趋势的 那它就有可能是失智症 那失智症呢 它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了 待会我们会提到 它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记忆能力 它还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工作能力 那有些失智症呢 会影响我们形成新记忆的能力 那我们没有办法学习 学习的没有像我们之前那么的快了 那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推理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 我们的判断力会变差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报税了 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些 我们之前可以去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Tasks了 那有的失智症呢 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觉空间能力 比如说我们平时出去遛弯 就在我们的家附近 可能失智症患者就经常会出现 没有办法再找到回家的路了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不容易去找到正确的路 那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失智症呢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说读写这方面的语言功能 也有失智症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性格和行为 那可能我们会发现 这个我妈妈原来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 她就会非常的易怒 稍微有一点事情 她就会突然就发怒了 并且有一些就是 之前感兴趣的一些事物 她也不感兴趣了 她也对我们也没有一些关怀了 那她会出现一些就觉得 诶 她现在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那有些失智症是会出现 这样的临床上的表现的 那刚刚有提到 失智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种类 并不仅仅包括阿尔兹海默症 那她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失智症 比如说血管性失智症 路易尸体失智症 额涅液失智症 那我们目前的最常见的五种失智症呢 就包括阿尔兹海默症 血管性失智症 额涅液失智症 路易尸体失智症 以及混合性失智症 那每种失智症呢 都有它不同的临床表现 不同的病理性的改变 以及不同的临床症状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还是主要来探讨一下 目前患病率最高的这种失智症 阿尔兹海默症 那如果参加过我们既往的一些 Webinar的观众呢 可能对这幅图会有一些印象 就是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 在阿尔兹海默症症状出现30年前 大脑就已经可能出现了变化 那阿尔兹海默症呢 实际上是跟我们脑内堆积的一些 病理性的蛋白相关 那目前两种比较确认的机制的 机制相关的病理性蛋白呢 一个是Aβ 一个是Tau 那根据不同时期 这些病理蛋白的发展和积累 那我们临床上会出现不同的表现 在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认知工呢 还相对正常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 脑脊液当中 以及我们的外周血液当中 有一些生理性的指标 已经出现了改变 那么接下来呢 随着我们这个 病理性蛋白的堆积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轻度的认知障碍 那可能还没有明显的影响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检测手段 比如说一些影像学的检测手段 一些体液上的检测手段 就已经可以观察到这样病情的进展了 那到后期呢 随着这些病理性蛋白逐渐的堆积 我们就会通过脑影像 我们会发现脑结构已经开始出现了萎缩 并且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变 那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相对来说 病情已经进展 进展到了一定程度出现的临床上的表现 那根据这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病理性的改变呀 根据这些临床上的改变呀 那我们呢 就会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 来对RZ海默症进行诊断 那这些诊断的手段呢 包括认知功能的测评 脑部结构核磁共振影像的检测 以及脑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AT 脑脊液血液生物标记物的检测 以及一些特殊的情况 基因的检测 那我们会快速的过一下 这些不同的检测都是在检测什么东西 那认知功能的评测呢 我们实际上是会通过一个非常非常详尽的认知功能的测评系列 来对包括我们的一般认知功能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功能的筛查 以及包括记忆力 视空间功能 语言功能 执行功能 情感理解与管理 认知 社会认知功能等等等等的认知功能领域来进行检测 那随着我们现在对RZ海默症 对失智症越来越了解 那我们的检测手段 我们的认知功能评测的范围呢 也会发生一些的变化 那目的呢 都是能够更仔细 能够更精确的 通过大家的认知功能的一些表现 来对失智症进行一个诊断 以及对失智症的不同类别的失智症 进行一个限别性的诊断 那刚刚有提到脑部结构合宿共振影像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目前最直观的 可以观察到脑结构的影像 那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正常人的大脑和一个失智症的大脑 那我们右边呢 就是一个正常人的大脑 那我们看到黑颜色的区域呢 实际上是一些脑部的液体 那灰颜色的区域呢 就是我们的大脑细胞 就是一些大脑失智了 我们可以看到健康人呢 在这个颅骨当中呢 大脑呢 是非常饱满的 它可以充满整个的这个颅骨哈 我们相比较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左侧这个失智症的患者 那如果大家看到黑颜色越多 那就越说明我们的大脑发生了萎缩 那这些萎缩的区域呢 就会被我们脑 大脑当中的脑脊液 这些液体来进行填充 反映在脑影像上面呢 就是这些黑颜色的区域 那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哈 健康人呢 主要是灰颜色的大脑失智 把整个的颅骨撑得非常的饱满 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图层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失智症患者的大脑呢 那大脑失智萎缩的呢 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这些黑色的区域呢 就是我们的脑脊液 代替了大脑的组织 在我们的这个颅骨当中 那这是在已经发生了 失智症的状态下 我们已经可以很直观的观测到 大脑出现了萎缩 那刚刚还有提到一个 脑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AT 那PAT呢 也是一种脑影像的检查技术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那我们得病例是因为 我们有些病理性的蛋白 在大脑当中堆积 对不对 那我们的这个PAT呢 有一种PAT呢 就可以通过一些 放射性的失踪剂 来选择性的 跟这些病理性蛋白进行结合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病理性蛋白 在我们大脑当中的 累积的情况 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这种 这种PAT的检查的结果 刚刚我们有提到 有两种蛋白 给我们阿兹海部病相关 对不对 一种是Aβ 类淀粉样蛋白 一种是淘蛋白 那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排这个影像 是健康人的大脑 那类淀粉样蛋白呢 它是即使在我们老 在我们正常老化的过程当中 它也会是有一些堆积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红色 红色和黄色 暖色系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类淀粉样蛋白 在大脑当中的堆积 那淘蛋白呢 是出现了脑损伤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大脑当中 看到这个淘蛋白的堆积 它一般呢 是出现在类淀粉样蛋白 出现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正常人当中呢 淘蛋白呢 堆积的还是比较 几乎是没有的 就是红颜色 黄颜色的区域是没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正常的大脑 就是患者的大脑 阿尔兹海默病 人群的大脑 那它的类淀粉样蛋白呢 明显要比我们正常老化的 这个大脑的类淀粉样蛋白 堆积要多多多 对不对 它更红更黄 那淘蛋白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特定的区域 就是我们这个 阿尔兹海默病 主要受累的 这些脑组织的区域 也已经出现了 这种红颜色 黄颜色的 这种淘蛋白的堆积了 对不对 那我们通过 这个PAT的检查 就可以非常直观的 观察到 我们大脑当中 以及监测到 我们大脑当中的 这些病理性蛋白的堆积 那另外呢 我还想给大家介绍 另外的一些 体液方面的 生物的标记物 包括脑脊液 那我们可能去医院 或者是来参加 我们研究的 大家呢 可能会说会被抽一下脑脊液 那我们通过脑脊液呢 其实是可以观测到 脑脊液当中的 生物指标的 也包括外周血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生物指标哈 包括脑影像 脑脊液和血浆 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 一些生物指标 那我们通过 对这些生物指标 改变的观测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是否我们现在的 这个认知功能的改变 是由于AD的病例改变 而导致的这样的结论 那最后我想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基因的检测哈 那我们现在发现 有24%左右的 这个二次海默病 是具有遗传性的 它的家族当中 是有遗传的 那跟二次海默病 相关的一些基因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基因 它是一种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有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非常容易遗传 并且只要我们有这个基因 就一定会100%离患 这个二次海默病 但是更多的基因呢 实际上是一种 风险性的基因 就是当我们携带 这种基因的时候呢 我们罹患二次海默病的 可能性就会增加 那我们在临床上 经常会碰到 我们的研究的参与者 以及患者来问我们 我们需不需要基因检测呀 那实际上一些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家族当中 有好几代都出现了 二次海默症 并且在同一代 有多个人罹患二次海默症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警惕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确实是 有这种遗传性的可能性的 可能会需要一些基因的检测 那如果说我们的家族当中 从来都没有人 得过二次海默症 或只有零星的一两个人 可能会比较远的 亲近得过二次海默症的话呢 那我们多数情况下呢 就不需要过度担心 这个基因遗传的问题的 那接下来呢 我想再花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最新最新的 二次海默症的诊断标准 那我们既往的 二次海默病的诊断标准呢 是在一直在沿用呢 是2011年的一个诊断标准 2018年呢 会有一个更新 那么我们2014年现在呢 我们现在知道 可能大家也有听说 就是我们现在 有一些新的药物出现 那我们认为说 越早干预 那它的这个 这个疾病的干预的效果越好 那我们的FDA呢 也首次批准了这些核心疾病病理过程的 靶向治疗的方式 那这就使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个更新的诊断标准 让我们能够及早的鉴别出 大家是有这个二次海默症的病理改变 从而进行早期干预的 并且呢 随着我们近年来 我们二次海默症的血液 以及脑解液的生物标记物研究的进展呢 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指标 可以来辅助我们进行这个 对二次海默病的诊断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更新了这个诊断的指南 另外呢 我们现在发现 影像学脑脊液和血液生物指标 这几个生物标记录呢 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可以来相互辅助 以及相互替代的 那这就给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个诊所 每个医院都有派对检查的 那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人 都会愿意去做脑解液检查的 但是我们结合所有的这些检测手段呢 我们是可以 比如说 我们不能够做PAT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血液的样子 血液生物标记录的检测 或者脑解液生物标记录的检测 这些都是可以辅助我们来进行诊断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目前的更新的诊断标准呢 是主要还是用来作为 研究以及临床应用的桥梁 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 真正的临床指导规范 所以它其实还是跟 完全用到临床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那来帮助大家来回忆一下 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哈 我们知道 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病理性的改变呢 首先是在体内显现的 并且表现为疾病特异性的 核心生物标志物的出现 那此时呢 患者有可能是没有症状的 那但是这个时候呢 与蛋白质片段的加工和消除 有关的病理生理机制呢 可能已经出现了 那生物标志物的检测结果异常呢 即使是在无症状的个体当中呢 可能就预示着 有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那临床症状呢 是疾病过程的结果 而不是诊断阿尔兹海默症 病程进程所必须的 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个图中也看到哈 那临床症状 非常严重的临床症状 可能是到疾病的 相对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 那可能它早期只是一些 比较轻微的认知功能的改变 甚至说可能只是有 不是很影响生活的那种 不是很严重的改变 那AD常见的临床表现呢 有可能呢 也是由其他疾病导致的 有些比如说 共患的一些其他的失质症 那在临床表现上呢 那我们单纯通过临床表现 是不能够诊断阿尔兹海默症的 那即使是同样的AD的病理改变呢 也有可能是有存在不同的临床表形的 那我们最新的这个诊断指南呢 主要是强调了生物标记物 在诊断当中的应用 它将生物标志物呢 主要是分为三类 包括阿尔兹海默症神经病理学改变的 核心生物标志物 以及在病理机制当中很重要 但可能也与其他脑机病有关的 非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 以及常见的 非AD相关的病理性的标志物 那这三种病理性的标志物呢 它有其中 最核心的生物标志物呢 它有分成了两类 包括核心生物标志物A 和1和核心生物标志物2 那在这个 我们刚刚有说过哈 这个病理性改变蛋白的堆积呢 它是有一个时间线的 那Aβ会先出现 然后接下来呢 在Aβ出现之前 某些泡蛋白呢 会出现改变 那就是在我们在PAT影像当中 观测到这个淘堆积之前呢 有一些血液当中的淘蛋白的指标 就已经出现了改变 另外还有一些 淘病理性的改变呢 在血液或者是脑解当中呢 是在这个淘 在大脑当中的堆积出现之后 才发生的 所以我们将根据它的这个动线 根据这个时间线 我们把这个核心的病理性改变的蛋白呢 又分成了一类和二类 那么我们的一类蛋白呢 主要是用作 可以用作AD的诊断 可以在无症状的人群当中呢 早期检测到AD 那在有症状的人群当中呢 我们可以确认 阿尔斯海默症 是潜在的病理性的机制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哈 这个核心诊断病理性蛋白2 这些生物指标2呢 它出现的比较晚 但是它即使是阴性 我们也不能够排除 它是AD的可能性 因为它在疾病早期的时候 它没有出现嘛 疾病早期主要是 CoreA这些 CoreE这些 那我们结合这个核心的诊断 1、2生物标记物 就可以判断临床症状 与阿尔斯海默症的相关性 并且判断在有症状人群当中 它可能的进展的速度 以及无症状人群当中 它短期进展的风险 那么我们结合这个 这个生物 AD生物学的这些表现 我们就可以结合这个脑影像 PET 以及体液生物标记物 就可以对AD来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现在的这个诊断指南呢 是把它分成了ABCD 初期 早期 中期 以及进展性的变化期 那我们这个 结合这个病理性蛋白呢 就可以对它这个疾病的进展呢 有一个评价 那在临床分析上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的一个 六阶段的数字临床分析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表格 这个灰颜色的区域呢 就是比较典型的进展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生物性的 生物性的生物标记物 越严重 它的临床表现越严重 但是呢 刚刚郑医师也有提到过哈 就是 由于我们的这个 我们实际上 如果我们进行一些 比如说早期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啊 或者是我们经常锻炼我们的大脑啊 或者是我们 更更 有更多的这种社交活动啊 都可以对我们的大脑来进行一定的保护 那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和大脑的 能力的储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颜色是临床表现哈 那我们当我们 把我们的这个大脑的临床储备提高 这个认知储备提高之后呢 即使是我们真的有了这个 阿尔兹海默病的病理性的改变 我们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推后我们的这个临床症状 保持我们的生活不受影响的 那这就是在预防 说这就是表示预防实际上 这种大脑的认知的储备 对我们即使罹患了大脑 也是非常 罹患了阿尔兹海默症 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除了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理改变以外呢 那我们临床上可能还会合并一些 其他的病理性的改变 那这个其他的病理性的改变呢 有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会 不仅仅有阿尔兹海默症的 病理性的蛋白 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病理性蛋白 那这些呢 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 出现改变的这个时期会推浅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这种综合性的分析 只在传达的概念呢 就是我们生物学上 阿尔兹海默症的分析 和临床严重程度是相关的 但并不是在所有的个体当中 都同步进展的 那为了避免这种 整合数字临床分析 和生物学分析产生混淆呢 我们修订的标准呢 使用数字表示临床分析 而字母呢 表示生物学的分析 那 嗯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哈 就是 根据生物标记物呢 我们确实是可以在 没有出现临床症状的 无症状人群当中 识别阿尔兹海默症病理 改变的出现 但是我们并不建议 把这种诊断 用于目前的临床诊断 就是大家在 我现在没有任何疾病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临床表现的时候 不用着急去医院说 我要抽血 我要做脑解检查 我要看一看 我有没有开始堆积 那这种操作呢 在我们临床上 目前是并不建议的 那我们虽然异常的 这个核心 核心一类生物标记物 可以用于识别 有症状人群中的 阿尔兹海默症病理机制 但是呢 像我刚刚说到的 我们并不能够排除 存在其他共同性的 其他疾病的 病理性机制的可能性 那A、D生物标记物呢 是诊断的基础 那我们现在知道 有很多看Aβ治疗嘛 待会儿郑医师会提到 那他可以为这种 治疗提供参考 但是我们仍旧需要 综合性的考量 患者的实际情况 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那我们现在因为知道了 对这个体液生物标记物 包括血液和脑脊液的 这个研究越来越深入 刚刚我也有提到 那临床上呢 就会给我们的临床医师 提供更多的临床应用的 可能性 像刚刚说到 我们没有办法做PIN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来借助体液 生物标记物来辅助我们 对AE来进行诊断 那我们生物标记物呢 在临床药物实验中的应用呢 也会为将来的 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 提供证据 那关于治疗方案 接下来就由我们的 郑医师来给我们 继续的分享 刚刚还有一些朋友 有问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中心的 中文的脸书的网站呀 以及YouTube的网站呀 那我在这里 简单的和大家 进行一下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就把时间 重新交还给 郑文利医师 来让他们继续和我们 分享一下我们最新的 二次海默症的 治疗的研究进展 好 谢谢陈医师 那我们来继续聊聊看 就是 阿塞莫症的治疗的部分 好 那其实除了诊断 有很多 就是进展之外呢 治疗其实这几年 也有不少的进展 有听过 最近有听过 我们比较新的 近期的一些演讲 可能大家 也有耳闻那样子 那 那我们来聊聊看 不过在聊药物之前啊 就像陈医师 所提到的 就是 大家可能要了解的是 施症是 一个雨伞术语 所以只要你有 渐进性的 认知功能改变 然后 它可能就可以 用施症去统成 不过下面 有很多原因 所以那个 那当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阿兹海默症 所以阿兹海默症 是施症的一种 不过不是施症的全部 那这个概念 可能要跟大家分享 那 为什么要独立出来 不同的施症呢 因为我就像 陈医师所提到的 就是 不同的施症 常常大脑里 有不正常 蛋白的堆积 那它们除了是 不同的蛋白之外呢 它也喜欢堆积 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会造成 不同的认知功能 发生 产生问题 因为大脑 不同的地方啊 是负责 不同的功能的 那 其实我们早在 1901年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 阿兹海默症 跟两个蛋白 息息相关 就像陈医师提到的 内淀粉蛋白 跟淘蛋白 那这些蛋白 尤其是淘蛋白 特别爱堆积 在所谓的 海马回 这个地方 那海马回呢 是帮助我们 把身边产生的事情 抓下来 产生新记忆 再存到大脑的 不同区域去 所以这个地方 是帮助我们 产生记忆的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说当阿兹海默症的个案呢 他常常就会把 近期发生事情 不记得 那甚至以前的东西 都记得 可是近期也就不记得 因为以前的东西 已经存好 可是新的东西呢 就因为海马回的 萎缩 他就没有办法 进行储存的动作 那就如陈医师 所提到的 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当我们知道 病人有症状的时候 他已经是在 神经细胞 可能凋亡的时候 大脑已经萎缩的时候 他才出现症状 可在那之前 二三十年前 其实这个过程 就渐渐的在发生 不正常蛋白的堆积 像类电粉 蛋白跟套蛋白 几乎是二三十年前就有了 这时候 个案呢 其实他的认知功能 是正常的 是当这些蛋白 堆积到一定的程度 时候 他开始影响到 神经细胞的功能 甚至造成 神经细胞的凋亡 那他才开始 有点认知功能的改变 可是一般初期 我们认知功能 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依然还是可以用很巧妙的方式 去取代这些功能 像是我不记得 那我就把东西都写下来 所以我就靠一些 外在辅助的方式 所以我一开始的功能 生活功能不太有影响 可是到了这些 产生的一些认知功能的变化 太明显的时候 像记忆力 把储存的问题 发生的太频繁 或太严重的时候 他就会造成 日常生活功能的改变 那日常生活的改变 之后我们才 把它称之为 这个人有 阿之海默性的失智症 那样子 可是就像 陈医师所提到的 阿之海默的 大脑的生物指标 其实在25 20几年前 就开始有存在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新型的诊断 会把它分成 临床上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症状 跟你大脑 有没有这方面的蛋白 这中间其实 时间上差异性很大 那说到阿之海默症的 这个疾病 我们其实已经发现 快超过100多年了 那很多人有时候 就会问我们说 医生为什么 都没有什么药物呢 那其实不是说 我们没有再发展很多药物 其实每一年 你可以看 这是2022年 其实2023年的快出了 不过2022年单纯本身 就有大概172个临床试验 在进行着 这样子 其中47个进入第三期的 临床试验 那这样 包括就是大概有5万的人 在参加不同的临床试验 这是人 还不是包括动物 也就代表说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 做不同的临床试验 来尝试找选治疗方式 其实这个疾病的确是 非常的有挑战性 所以能有的 痊愈性的药物 其实暂时是没有的 那我们现在有的药物 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们有的呢 就是可能 二三十年前开始发现的 就叫做症状治疗 所谓的症状治疗 就是也就是 我有这个症状 我去吃这个药 它可能有改善 像说如果我感冒的时候 我吃退烧药 那我发烧会改善 我吃流鼻涕的药 那我的流鼻涕会减少 可是它会改善 我的感冒的病程吗 可能就不会 我感冒要发生七天 还是会发生七天 只是我发生七天 这段期间 我比较没有那么的 容易发烧 比较没有流那么多鼻涕 那这就是所谓的症状质量 那近期讲的最 大家最一直在讨论的 就是所谓的病程延化质量 也就是说今天 如果我吃这个药 我感冒会从七天 缩成四天 那这就叫做病程 有被改善的治疗 那当然所谓病程延化质量 也就是说 它认知功能退化的比较慢 所以它改变了它的病程 可是它并没有说 吃了这个药 我完全就痊愈了 暂时都还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下 会聊到的病程延化质量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一开始我们讲的预防片 其实有很多种非药物的 去干预失诊的风险的 这些生活习惯 对不对 其实这些生活习惯 如果你在一个失诊患者 你有去进行的话 它其实会改善它的生活品质 那也会改善它的进展的快慢 那样子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些生活习惯 在失诊患者也是有帮助的 那样子 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做个提醒 好 那我们刚刚说的症状治疗 其实最早的第一个 被发现的就是胆碱美抑制剂 它适合在轻度及重度的 时证患者使用 它的其实药物的成分都类似 不过不同厂牌 还有不同的叫法 像有叫Aericel-Ie-Sin 或是E4-N-Axon-Rever-Stigmin 或是利益能 利益林 那最早最早 其实那个叫做塔克林 塔克林是最早被发现的 胆碱美抑制剂 只是因为这个药物呢 它付出会比较强烈 尤其是有强烈的干毒性 所以现在已经被下市了 所以现在不会在市场上看到 那这个药物使用之后呢 大家会觉得说 它有吃药的时候 病人的精神跟专注力比较好 那它其实也进了改善了 其他的认知功能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有效 三分之一的人吃了 没太多变化 那三分之一的人吃了 它会有些副作用 像说肠胃道的副作用 恶心呕吐啊 或是会觉得头晕头痛 那常见的还有一些 会人会失眠 或者是常做噩梦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调整 整早上吃 那比较要小心的是 有些人如果心脏有问题的话 像心跳比较不好的时候 这些人吃了会心跳缓慢 或者是有红红肌萌结的几率 所以有时候 你会发现病 医生在吃这个药物 会叫你去做一个心电图 看看你的心脏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原因 那再来就是NMDA受体的解抗剂 这就在比较中重度的 阿治海摩症会比较常使用 像EBG啊 或威治 那他们的药物成分类似 就是厂牌不同 叫法不同 那当我们在发生阿治海摩症的时候 我们其实常会活坏一个 大脑里面的传导物质 叫做骨氨酸 因为骨氨酸帮我们神经运作得更快 可是骨氨酸太多的时候 还会产生毒性 所以这个药物其实可以调节这个毒性 那我们有时候会搭配胆解默抑制剂使用 那它当然副作用 其实发生率也跟胆解默抑制剂其实不高 那常有时候会病用那样子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吃的效果都很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说 他吃了不定效果会很好 而且他吃了只是有症状改变的效果 那最近常会被讨论的 其实跟类淀粉蛋白相关的 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 可是其实类淀粉相反相关的药物 其实试过很多 失败了很多 才走到现在剩下的三种 所以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聊这三种 那其实历史也蛮久的 大概跨了二十几年 从不同种类慢慢试到现在 那所以也失败了不少的 就是其他的类淀粉蛋白治疗 那类淀粉蛋白治疗有很多方式 有些是去干扰类淀粉蛋白的产生 有些是去干扰类淀粉蛋白的切法 把它切成大的小的 来去让它比较不容易堆积起来 然后比较不容易就是产生那些 比较难清除的类淀粉蛋白 不过这些类淀粉蛋白很多都失败 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们一效果不好 二呢毒性太强 那我们也现在呢 比较采用的是免疫治疗 用免疫的方式去 把这些类淀粉蛋白标定起来 从大脑取出来 用免疫反应把它带走的样子 那可是免疫反应带走的治疗 也有分为所谓的主动免疫跟被动免疫 主动免疫就是呢 我直接去攻击它 把它带走 就是那我活化我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 那的话呢就叫做被动 所以一个是我主动去攻击 一个是我透过去标定它 然后让我的免疫反应去清除它 那它就比较没那么激烈 如今主动免疫的几乎都是产生很大的反应 在大脑里面 它免疫反应太强烈了 所以几乎成功都没有几个 那现在比较留下来的 都是属于被动免疫的 就是我去告诉免疫系统 这个不是好的蛋白 那它就会去把它抓起来 然后透过我自己的免疫系统 去把它清除掉 那它的免疫反应就不会那么的强烈 那被动免疫啊 其实它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 内淀粉蛋白 像我们刚刚有的比较小的内淀粉蛋白 也比较大的内淀粉蛋白 或是比较聚集起来的内淀粉蛋白 好 那第一个呢 其实大概被就是FDA approved的 也效果比较好的 就是所谓的内淀粉蛋白的质量 就叫做阿杜康尔丹康 或是阿杜康尔或阿杜康尔 那这个蛋白在使用之后 我们在大型的第三期临床实验发现呢 你有用它的时候 你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不同行 是不同的剂量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还没治疗前 这是治疗后 那你会发现呢 治疗 这个是passible 也就是说是安慰剂 那这是不同的浓度 你会发现呢 不同的浓度都好 它从红红的都变得不红了 对吧 都变得黄黄蓝蓝的 也就代表它把那个 内淀粉蛋白都从大脑里面移除了 那不但是移除内淀粉蛋白 我们也发现 透过移除内淀粉蛋白 它连淘蛋白都移除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本来红红的蛋白 大脑在正值扫描 现在有红红 有很多淘蛋白的堆积 它都已经变成几乎减少了很多 这个活性反应 那我们也发现呢 它其实在 它有两个第三期临床试验 其中一个呢 发现它在高浓度之下 它有认知功能的进步 可是在另外一个第三期临床试验 它是没有进步的 所以这个药物 其实我们像我们很多大型的药物 其实都会做两个第三期临床试验 那而且第三期临床试验 都是上千人的 那只要有都看到效果 那我们通常FDA才会approve 所以这个药物 因为一个第三期临床试验有效 另外一个没效 而且也是要在高浓度之下 才有效的时候啊 它在FDA上市的时候 就经历过很多的讨论 因为其实一开始 专家的建议是先不要 就是通过 因为那因为并不是每个第三期临床试验 都显示有效 不过到最后呢 FDA还是在2021年的6月的时候 就通过了这个药物 因为阿滋海默症的病患 其实在全球还是很多 造成的影响还是很深 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说 可以去适当的去给这个药物 一个探讨的机会这样子 那所以呢 但另外一个其实在上市之后 引起的争议就是这个药物的定价 其实有点高 所以它大概一年的药物本身的花费 就是一开始定价在5万6000 之后减散到2万8000左右 那不过呢 其实它只能让病患啊 停留在可能多三个月的 我们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或多一个月的轻度实质症的状态 所以其实这个药物是否符合 就是那个我们叫做 就是health cost efficiency啊 其实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其实是有争议的 所以在2022年的4月的时候 CNF就是我们的那个 Medicare Medicaid的几部单位 就有说这个药物只能使用在 有参与临床试验的人使用 它才会被给付 那因此呢 因为足多的就是探讨跟争议呢 以及它的 就是效果的有限性呢 它的药厂 就会就在 今年的1月啦 就宣布呢 暂停使用这个药物了 暂停产生产这个药物了 好 那也同时是因为呢 其他更好的药物出现了 那其中一个 大家可能有提到的就是 伦卡奈 丹卡 也就是 Lekanamate 或Lekambi 那跟之前的药物一样 它清除 类淀粉蛋白效果非常的好 那也一样造成了 比较明显的认知功能进步 以及生活功能的进步 这就是我们要看到 我们不但要看到 你大脑有改善这些生活标志 我们要看到 其实实际上的是 你的症状有改善 可是这个症状有改善 其实效果也是有限的 我们发现 大概每11个 你治疗11个人 大概只有可以避免一个人 进入下一个 失证的阶段 也就是说 你可以避免它 从轻度认知障碍进展到 轻度失证 或轻度失证到中度失证 而且也不是永远的 那另外这类型的药物 它有一个大家觉得 比较 就是需要 顾虑的地方 就是它常会产生 我们叫做 类添粉蛋白的相关影像异常 或是简称Aria Aria的产生 其实就跟免疫反应有关系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说这些药物 都是去标定不好的蛋白 然后叫免疫细胞去攻击它 好 那免疫细胞在产生 免疫反应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试过 说有时候我们首歌到 有没有发现伤口那边 都会肿起来 都会出血 那这是因为我们这边 产生了免疫反应 那免疫反应 在大脑产生的时候 大脑就会肿起来 甚至有些小胜血 那所以我们在 核子公正下 就会看得到 大脑整个白白起来 就是因为它肿起来 或是它有一些小黑点 其实它就代表 它有出血了 那这种肿起来 或出血的状况 如果到很严重 它就会产生 大脑的功能的问题 那这其实不是太少发现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去 好好的追踪的话 大概五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的个案 在不同的那个药物之下 都会有这Aria的变化 好在呢 其实这Aria变化 如果你停药之后呢 它会改善 那免疫功能会回复 那只有2%的人 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那我们 这个Aria会不会出现 其实跟你这个人 是不是Apple 医事这个基因有关系 那所以呢 其实为了要避免 这个就是副作用的产生 跟及时可以停药呢 你会发现在使用 这类型的药物 我们几乎都会要求 它很密集 每一两个月 或几个礼拜 就要去做一次核脂共诊 是因为越早发现 我们就越可以找停药 越早停药 就越减少 它往严重的副作用产生 那这类型的药物呢 我们在使用之前 也会去做基因检测 来去判断 这个人的风险有多高 好 那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这一类型的人 要使用类淀粉蛋白药物的人 一定也要去做 像说抽血啊 或者是正直扫描 或者是脑脊椎液检测 去判断 它是不是真的有 类淀粉蛋白的堆积 在大脑里面 好 那所以这个药物呢 其实在去年的7月呢 FDA就通过了 然后CNF也接种了 就告诉我们说 它可以给付 可是它希望说 大家把这些病人的 都列入就是第四期的 临床试验里面 去做长期的追踪 因为这类型的药物 其实也不定价不低 大概是一年的药物 本身的花费就两万六 然后你再加上 你的影像学的检测 跟基因的检测 那大概会花到八万二左右 那因为是CNF 所去cover的 所以大概其实这些都是 就是压岁人的钱 对吧 那所以呢 其实是一个对 医疗的那个 医疗系统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负担 那再来呢 最新的药物呢 就是多奈丹康 多奈丹康呢 其实在去年 2023年 就把它的第三期 临床试验完成 跟发表了 我们发现 它跟之前的药物一样 它的清除效果 类淀粉的蛋白 清除效果也很好 它也可以改善 生活的功能 所以70% 在18个月 是几乎清除 全部的类淀粉蛋白 那它大概效果 就是差不多是减缓 39%的临床 恶化的风险 所以也不是每个人 都有效 也不是说完全 可以逆转这个趋势 那而且呢 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副作用啊 其实比例不低 大概47% 有用药物的人 都产生不同类型的副作用 那其中就包括 我们刚刚讲的Aria 那目前呢 东奈丹康呢 其实在 7月的时候 今年7月的时候 FDA就approved了 所以它现在的那个 仓品名叫做Kinsular 那现在如今呢 定价呢 药物是 差不多在700元美金左右 那Medicaid Medicaid呢 是可以几乎的 那 它没有说 你一定要用满18个月 那这个药物呢 跟Lekanamate 不一样 Lekanamate是两周打一次 这个药物是一个月打一次 那它大概呢 其实是 打到觉得 你的大脑清除了还不错 你可以在6个月12个月或18个月停药 那之后追踪 看看是否还会再堆积 所以那当然如果6个月的疗程 就大概是12,000左右 那12个月就32,000 然后18个月就48,000 这样子 我得提醒大家 大部分在临床试验 其实大部分它的受案人员 参加者都是白人为主 所以我们并不是完全全面的了解 它在亚裔人士西班牙英国非裔人士 它的效果是不是一样 我们推测可能不会差太多 可是实际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才能完全证实 那很多人就会问我们说 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内淀粉蛋白 它的效果还是有不同的差异性呢 其中一个其实就关系到说 它多快可以清除内淀粉蛋白 你可以看到比较有效的 像Donanamide或者Cannabide 其实它们的清除效率是比那些 像Etacanamide或者是失败的 像Gatananamide 其实效快率 速率快很多 然后清除的程度也完善很多 所以这其实就为什么说 不同的内淀粉蛋白效果 会有不一样的关系 好那可是呢 在这边提醒大家 不但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些都是要静脉注射 所以你是要来医疗院所去做注射 那你其实呢 也要一定要确保它有 不正常蛋白堆积才可以使用 因为一个人会有记忆力不好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阿滋海摩症是最常见的事情 可是不是唯一一个 所以我们一定会去做更进一步的 不正常蛋白堆积的侦测 才能去使用这方面的药物 所以你一定会做一个抽血啊 脑脊髓液或者是症子扫描 去检查还有没有内淀粉蛋白 甚至淘蛋白的堆积 那再来呢 为了要调知道一个人Aria的风险高不高 我们一定会去做基因的检测 跟请这个人可以 他必须有办法一直回来做核资共振 脑部的扫描才能使用 最重要的还有 全部的研究都显示 这个药物只有在轻度认知障碍 或是轻度的湿脂症 轻度的阿滋海摩症 湿脂症才能使用 也就是说如果你诊断的不够早期 其实你是就没有机会使用了 这就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我们的研究就有发现 在加州啊 其实亚裔人士 他诊断的就是时间点啊 是比较晚的 也就是说我们被诊断 在轻度认知障碍啊 就被诊断出来的 机会是比较低的 好像对于可能非裔人士 西班牙裔人士或白裔人士 我们就是比较晚 那不但是比较晚 你治疗发现之后呢 你做的检查也比较少 也就是说可能你 比较没有在做血液检测 或者是你没有在做正直掃描 所以他们就更没有机会 可能去做这一方面 去接受这方面的治疗 所以我们为什么常会分享 这些脑部健康之间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要提 警惕自己 你要去发现有这方面的现象的时候 就要去积极的把自己 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去做检查 跟呢去早点做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 去减少自己再继续往下 往下走这样子 那刚刚讲的都是FDA 比较有approved的药物了 那接下来呢 其实会有一些 分针在进行的药物 那我们刚刚不是提到 泪淀粉蛋白吗 那泪淀粉蛋白 阿斯莱摩症不是只有泪淀粉蛋白 也有淘蛋白的堆积 对吧 所以淘蛋白的堆积呢 现在那个阿斯莱摩症药物 也在无火无土中在就是发展那样子 那目前进入第二期的临床试验有16个 那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有4个 我刚好列在下面的这个表格里面 可能有点小 不过大家也不需要去看 就是不需要去念那样子 主要我要跟大家讲的 有一个呢 进入第三期流氓试验的呢 它其实是一种抗体 所以我们很期待知道说 这抗体的效果如何 那另外三种呢 它其实是减少淘蛋白的生成 或是减少淘蛋白所造成不好的发炎反应 或减少淘蛋白聚集在一起 因为当它聚集在一起 它就比较难清除 那所以呢 它就容易留在大脑里面 产生不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期待在未来一两年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第三期临床试验 希望他们有好的消息 让我们知道 那再来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将来的趋势 可能就不是只使用 类淀粉蛋白 或只使用淘蛋白的治疗 而是类淀粉蛋白 加淘蛋白的治疗使用 所以我们其实在等 淘蛋白的治疗承受之后 我们希望多方面一起治疗 甚至也有探讨的 就是像我们 近期去开会 大家都有在想说 那我是不是也要加上 抗一些不好的发炎反应的药物 所以我就减少淘蛋白 减少类淀粉蛋白 还减少不好的发炎反应 或者是我增强我的神经细胞的 活性跟生成的样子 那是否搭配不同的药物 一起使用 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将来会是两种蛋白的治疗 或多种药物的治疗 去治疗阿滋海默症 应该是未来的趋势 另外一个未来的趋势就是 刚刚陈医师有提到 我们的不正常蛋白的 堆积在大脑里面 是比你有症状前 十几二十年就开始发生的 所以现在有几个临床试验 是将我们的类淀粉蛋白 提早到 你还没有症状前 我就开始使用 可是这些人呢 是有被证实 他有类淀粉蛋白 在大脑堆积 所以他为什么你刚刚说 我们的诊断的标准 变得那么的复杂 也就是因为 我们希望把一些 有蛋白堆积的人 开始慢慢的找出来 那有蛋白堆积的人 一定可以做 那个生活习惯的调整 那就会降低 这些类淀粉蛋白 对大脑造成的危险 那第二个就是 先有研究 开始在做这些人的 早期的 类淀粉蛋白清除 那如果真的有效的话 那我们就有机会说 那我们提早去介入 会不会改善 大家将来会产生 失症的状态 那最后 就是再提醒大家 这些药物 都其实有副作用 也还没有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状态 所以 其实最有效 又最 经济效益最好的 还是你的生活习惯的改变 所以跟大家讲 我们当然基因的不同 会让我们该时的起点不同 可是一个人如果可以早期介入 就改善 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他其实可以降低 将来会不会得到失症 而且这个是一个 一生的功课 所以你每一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重点 可是你持续的去介入的话 持续的维持的话 他会你的失智症的风险 跟失症产生失症 之后失症进展的快慢 都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所以在这边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好 那今天就很感谢 大家的耐心聆听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把它列入到Q&A里面 我们会一一解答 那最后就是 我们中心有做很多 亚裔的失智症研究 或亚裔的阿治海默症研究 那现在如今 其实失症的研究 亚裔人士还是很少 那如果要真正知道 说很多药物 或者是很多诊断 是否适合在不同族群使用 包括亚裔人士 那其实也是需要 大家的支持帮忙 跟一起努力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像语言的研究 或是基因的研究 或是生活习惯的研究 等等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络 然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或是上我们网站报名 你只要 那报名不代表我们就赞成了 我们只是报名 你刚刚跟我们说 你有兴趣之后 我们可以跟你联络 跟你聊聊 跟你介绍 那你再决定 那当然我们都会一直做不同的教育演讲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上面去 或者是我们Facebook上面去 听这些粤语 或者是普通话的一些资讯的分享 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也请大家听完之后 如果觉得有帮助 可以跟身边的长辈们分享 请他们多注意这方面的现象 提早诊断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状态 因为很多的药物 唯有在提早诊断 你才有机会 去接受这些治疗 这样子 好 好